高雄市政府與中山大學合作 打造人舞新景點 市府透過景觀美麗化的巧思規劃 趕在榮麗春節前 讓24公頃的中山大學人舞校區 遙聲變成一處可供市民修氣 賞花打卡的新景點 中山大學人舞校區的部分 它這個原先是一個校區 因為中山大學它暫時還沒辦法去做新建校舍 所以我們就是為了人舞地區的廣大的區民的便利性 所以我們特地跟中山大學去做合作 過來做一個整個綠美化 綠美化就是敢在今年的春節前 榮麗年前開放給當地的居民來使用 為創造年節的熱鬧氣氛 在中央草原上擺設盤古拉草卷 結合虎虎身風的虎虎意象裝置藝術 在新春喜慶時節 更能傳遞高雄在新的一年 綻放熱情豐收與美麗 整個面積總共有24公頃 掛相關的鋪設的步道 圓環掛總共來回差不多一公里的一個距離 掛裡面有種一些波斯菊 聖誕侯 張樹 還有三個志宏池 是一個非常非常環境優美的一個地方 掛也鼓勵區民或是高雄市民可以有空 春節期間可以來做一個遊玩 為迎接新春節慶 讓市民朋友穿梭在城市裡 可以滿足不同風格的花卉饗宴 有熱情奔放的香日葵 即冬季草花 蘇薇草 矮切牛等 帶給民眾不同於以往的賞花樂趣 記者李正道高雄報導